再来看晚间最新 台中牛排馆爆发了欠薪风波 员工指控负责人从八月至今都没有支付薪水 双方在劳工局的协调下 首度召开了调解会议 负责人则是反控 是员工无预警罢工 场面一度相当的火爆 最后双方谈不拢卸上破局 九月底将会召开第二次协调会 台中牛排馆爆发劳资纠纷后 双方首度面对面调解 协商前员工忍不住 先开呛 这还装可 数十名员工排排座 要向顾姓负责人 拿回八月份至今极欠的薪水 场面一度相当火爆 你完全没有跟我们任何道之 丢下一句说我今天就是没钱 我发不出薪水 这样你跟我说你有合法吗 我们餐厅还蛮多单身妈妈的 对那真的是没有这份薪水 讲真的我自己也是两个小孩的妈妈 我也是担心妈妈 讲真的真的没有这份薪 可真的是生活真的很辛苦 员工指控顾姓负责人积欠一百五十万薪资 还有资遣费 顾姓负责人则反击 说员工集体罢工 导致他信用破产无法挪用资金 我有莫名其妙铺垫盖盖而来 我个人信用什么都还没发生 我的信用卡被停卡 我营养冻结公司账户了 我怎么付薪水 我感谢他们啊 欠辛周分越演越烈 双方依旧各说各话 台中市劳工局表示 相关劳资金额还需要确认厘清 等于双方谈判破局 预计九月二十七号将召开第二次协调会 记者文贵张一志林宏吉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